这是我一把正宝自保的一把老胡琴 林之琴手的 也就是说在我收藏50年的胡琴生涯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第二把这样的琴 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 有人出100万要收藏我这把琴 我没有给他 后来在2012年我认识了敏徽丰老师的时候 我把这个琴给他看 敏徽丰老师说这是我的国宝不能卖的 那么这把胡琴在我整个百把胡琴当中 演奏家演奏过的最多 将近有一百位演奏家使用过这把胡琴 其中宋徽老师用这把胡琴 灌制了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里面有两首曲子 是月夜和并中影是用这把胡琴来录制的 为什么这把胡琴能够成为我的正宝之保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这把胡琴的来历 是在1985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我出差到江英 有一次在江英一个小花园里面 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在演奏这把胡琴 我当时看到这把胡琴我感到非常的稀奇 这个胡琴的造型感子又这么长 好像我从来没看到过 那么我当时已经收藏了十来把胡琴了 我想把这把胡琴收藏 那么我就跟他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 他说这把胡琴是在1920年左右 他是周少梅先生的徒弟 他想制作一把夺一胡二的一把胡琴 因为他当时算是大胡人家 是地主人家 家里面条件比较好 用十块钱的大洋 叫一个制作师给他设计一把夺一无二的胡琴 那么制作师呢 胡琴制作师就给他设计 制作了这么一把胡琴 当时呢 我看到这把胡琴 我就感觉这把胡琴情感为什么那么长 我就问这位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就告诉我 1920年他是周少梅的学生 1920年的周少梅呢 发明了三把位演奏乐曲 因为以前的胡琴呢 基本都是一把位 是为戏去服务的 所以说呢 他的一把位 这个情感比较低 三把位了以后呢 如果情感低的话呢 到下把位的时候呢 因为刚失的 而因为私嫌的缘故 私嫌在第一把位是很难发出 很难发出好的声音 所以说他要把情感千金放到 比现在的胡琴呢 这个胡琴 足足高了一个把位 因为现在的胡琴 他是用刚失了 所以可以 又可以把这个情感放低一点 那么我当时看了这把胡琴呢 我就感觉我特别有兴趣 我就说老先生 我是收藏老胡琴 何不可以这把胡琴 什么价格我收藏 那么这把老先生说 这把胡琴也伴随着他 伴得多四集 他也非常有感情 他也不舍得给我 那么我在跟他交流当中呢 我感觉他好像很难给我 很难愿意放弃给我 比如说呢 我呢 到那个湖西的百科大陆 当时呢 买了一把一百五十块钱的演奏剧奥 因为当时85年的时候 我们的工资是五十块左右 一百五十块就相当于三个月的工资 因为这位老先生是退休的吧 他的退休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块左右 所以说他也不可能去买一把一百五十块的胡琴 所以他看过这位小伙子那么诚心 用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新的演奏剧奥 要跟他交流 跟他换 所以这样的打动了他 他再把这把钱换给我 之所以这把一百年的胡琴 到现在保养得那么好 其实他也有缘故 因为他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两个主人 前面一位主人将近六十年 在我身边将近有四十年了 所以说能保养得那么好 而且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声音 所以说能保养得那么好 而且很多演奏家都借这把琴呢 去演奏过 在音乐厅演奏过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要把它复刻 举把出来 所以说今年上半年呢 我用半年的时间呢 初步呢 复刻了 复原了五把这样的琴 也就是最后呢 我还在打磨 就是说马上就可以问世了 我希望有更多的演奏家 可以用这样的胡琴 在舞台上演奏 也是一种胡琴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国粹胡琴 带你聆听百年民国胡琴的故事 都是一种胡琴文化的开播 是一种胡琴文化的 这种胡琴文化的 我准备了 如果让你什么 感谢观看